来看报纸讯息 木鞋寄住非洲肯亚学童的 救鞋救命工艺组织 因为听闻东地贫穷户 家当都放塑胶袋 结合了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嘉义分署 发起了第二波募集书包活动 号召捐书包目标是两万个 但是各地涌入的爱心书包 就高达了七万多个 只工本是连夜整理书包 发现里面还有民众放的 运费跟文具 学生也彩绘了货柜 29号就要举办 千人护送书包活动 爱心书包预计会在 耶诞节前送到肯亚 彩绘户柜也会改装成教室 目前活动还缺志工 也缺海运费